史蒂夫·乔布斯传 艾萨克森作品 乔布斯唯一授权传记 为你讲述苹果帝国缔造者赞誉和争议交织 弥漫着温情和硝烟的一生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七章 克里斯安和丽莎 被遗弃者 乔布斯高中毕业那年的夏天 他和克里斯安布伦南开始同居 从那之后 布伦南就在乔布斯的生活中进进出出 1974年 乔布斯从印度回来之后 两人在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农场度过了一段时光 史蒂夫邀请我去那儿的 那时候我们年轻自由无忧无虑 他回忆说 那里有一种能量注入我心中 在他们搬回洛斯·阿尔托斯之后 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普通朋友 乔布斯住在家中 在亚达利上班 布伦南住在一间小公寓里 很多时间都待在乙传红文的禅宗中心 到1975年初 他开始跟两人共同的朋友 格雷格·卡尔霍恩交往 他跟格雷格交往 但偶尔又会回到史蒂夫身边 伊丽莎白霍姆斯回忆说 这种现象当时在我们中间很正常 我们的约会对象都是换来换去的 毕竟是70年代嘛 卡尔霍恩和乔布斯 弗里德兰 科特基以及霍姆斯 一起就读于里德学院 与其他人一样 他也深深沉迷于东方精神之中 中途退学后 他加入了弗里德兰的农场 在那里 他找到了一个八英尺宽 二十英尺长的机舍 将它放置在一堆煤渣砖上 又在笼子里搭了个卧铺 就这样把它改造成了一处小房子 之后他就住了进去 1975年春天 布伦南搬进机舍与卡尔霍恩同住 第二年 他们决定去印度 进行自己的朝生之旅 乔布斯建议 卡尔霍恩不要带布伦南同去 说他会妨碍他的精神探索 但最终两人还是一同前往了 他说 史蒂夫的印度之旅深深触动了我 让我想亲身去体验一番 这是一段非常虔诚的旅程 从1976年3月开始 持续了将近一年 他们一度用光了所有的钱 于是卡尔霍恩便搭车去了伊朗 在德黑兰教英语 布伦南则待在印度 卡尔霍恩的教学工作结束之后 他们分别搭便车 前往阿富汗会合 那时候的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段时间后 两人的关系破裂了 他们从印度返回的时候也没有同行 到1977年夏天 布伦南又搬回了洛斯阿尔托斯 在乙川红文的禅宗中心的空地上 搭帐篷生活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乔布斯已经搬出了父母的房子 和丹尼尔科特基一起 在库比蒂诺的郊区租下了一间 月租金600美元的房子 那是一个奇怪的场景 两个自由奔放的嬉皮室 住在一栋被他们称为 郊区牧场的房子里 房子有四间卧室 我们有时候会把其中一间 租给各种各样疯狂的人 有一段时间还租给了一个脱衣舞女 乔布斯回忆道 科特基不明白 乔布斯为什么不自己买套房子 因为当时他已经有那个经济实力了 我觉得他是想有个伴吧 科特基推测 尽管布伦南与乔布斯的关系断断续续 但他很快也搬进了他们的房子 这样一来 房间的分配问题就成了一出闹剧 房子分成两个大房间和两个小房间 毫无疑问 乔布斯霸占了最大的一个房间 而布伦南 既然他并没有和史蒂夫同居 搬进了另一个大房间 剩下的两个房间 小得像是给婴儿住的 我一个都不想要 于是我就搬进了客厅 睡在一块泡沫垫子上 科特基说 他们把一个小房间 变成了冥想和服迷幻药的地方 就像他们在礼德学院的时候 在阁楼上开辟的那块空间 房间里堆满了苹果电脑包装箱里用的泡沫填充物 邻居家的小孩经常会过来玩 我们就把孩子们往泡沫上扔 非常有意思 科特基说 但后来 克里斯安带了几只猫回来 他们会往泡沫上撒尿 于是我们只能把泡沫全扔掉了 同住一个屋檐下 克里斯安布伦南和乔布斯 有时候会畸形重燃 几个月后 他怀孕了 在我怀孕前 史蒂夫和我的关系 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年 他说 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一起 也不知道怎样分开 1977年的感恩节 格雷格·卡尔霍恩搭便车 从科罗拉多州来拜访他们 布伦南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 之前史蒂夫和我复合了 现在我怀孕了 但我们的关系又开始时段时序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尔霍恩注意到 乔布斯对此毫不关心 他甚至还想劝说 卡尔霍恩留下来 和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去苹果公司工作 史蒂夫根本不管 克里斯安和他怀孕的事情 他说 他有时候会非常关心你 但之后又完全不管不顾 他的性格中 有一面冷漠的吓人 当乔布斯不想为一件事情 分散注意力的时候 他就会完全忽略它 就好像此事完全不存在一样 有时候 他不仅能对别人扭曲现实 甚至也能对自己扭曲现实 在布伦南怀孕这件事上 他就简单地让自己置身事外 遭到质问的时候 他就说 并不知道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尽管他承认 自己和布伦南上过床 我不确定那就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确信 跟他上过床的 不止我一个人 他后来告诉我 他怀孕的时候 我们俩都不算是真正的交往 他不过是住在我们的房子里而已 布伦南确定孩子就是乔布斯的 那段时间 他没有跟格雷格或其他男人有过交往 他是在骗自己呢 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认为他就是不愿去想这事 或承担责任 科特基猜测 伊丽莎白霍姆斯同意这一说法 他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 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他对人生有其他规划 结婚自然更不用考虑 我知道他不是我想娶的那个人 我们在一起不会快乐 婚姻也不会维系太久 乔布斯后来说 我希望他能把孩子留掉 但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反复思考之后打算留下孩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的决定到底是怎样的 我想是时间替他做出了决定吧 布伦南告诉我 留下孩子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说他赞成多胎 但并没有逼迫我 有趣的是 鉴于自己的身世 乔布斯却坚决反对一种做法 布伦南说 他强烈反对 我把孩子送人领养 还有一个讽刺的巧合 乔布斯和布伦南当时都是23岁 而乔安妮·西贝尔和阿布多勒·法塔赫·钱德里 也是在23岁时有了乔布斯 乔布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他已经从养父母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年龄上的巧合 所以他没有影响到我和克里斯安对此事的讨论 他后来说 他否认自己研习了生父 在23岁那年逃避现实和责任的行事风格 但承认这个颇为讽刺的巧合 让他十分震惊 当我发现乔安妮也是23岁怀上我的时候 我想天哪 乔布斯和布伦南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 克里斯安会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说史蒂夫和我联合起来对付他 科特基回忆说 史蒂夫就会笑笑 并不把他当回事 布伦南后来也承认 自己当时情绪不是很稳定 他开始摔盘子 扔东西 在家里乱丢垃圾 还用探笔在墙上写些粗俗的话 他说乔布斯的麻木不仁一直激怒着他 他是个性格明朗的人 但十分冷酷 真是很奇怪的性格组合 科特基被夹在了两人中间 丹尼尔不是个无情的人 他是受到了史蒂夫行为的影响 布伦南说 他有时候会对我说 史蒂夫对待你的方式不对 但也会和史蒂夫一起嘲笑我 罗伯特弗里德兰拯救了他 他听说我怀孕了 就让我立刻到农场去 在那儿把孩子生下来 他回忆说 我于是去了 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其他朋友 当时还住在农场里 他们找了一个俄勒冈州的住产室 来帮他接生 1978年5月17日 布伦南产下了一个女婴 三天之后 乔布斯飞到农场看望他们 顺便帮孩子起名 公社里的惯例是给孩子起一个 带有东方精神的名字 但乔布斯认为 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 坚持要给他起一个 符合美国文化的名字 布伦南也同意这一点 他们给他起名利萨尼克尔布伦南 并没有让他随乔布斯的姓 之后乔布斯就返回苹果公司上班去了 布伦南说 他不想和孩子或者我扯上任何关系 他和利萨搬到了门洛帕克 住在一户人家后面又小又破的房子里 因为布伦南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打官司 争取抚养费 所以他们母女靠政府救济金生活 最终 圣马特奥县起诉了乔布斯 试图证明他和孩子的亲子关系 并让他承担经济责任 起初乔布斯下定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他的律师们想让科特基作证 称自己从未见过他们上床 同时他们还想搜集证据 以证明布伦南当时还跟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 我曾经在电话里对史蒂夫吼道 你知道那不是真的 布伦南回忆道 他想让我带着孩子出现在法庭上 然后证明我是个当妇 任何人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利萨出生一年之后 乔布斯同意进行亲子鉴定 布伦南一家对此感到很吃惊 但乔布斯知道苹果公司即将上市 最好在此之前 把事情解决掉 DNA测试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 乔布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测试 我曾经看到过关于DNA测试的介绍 我很乐意进行测试 把事情搞清楚 他说 结果是决定性的 报告显示 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是94.41% 加州法院判决乔布斯开始支付每月385美元的抚养费 签署协议承认亲子关系 并偿还5856美元的政府救济金 他享有探视权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力 即便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 乔布斯有时还是会歪曲事实 他最后在董事会上把整件事告诉了大家 亚瑟罗克回忆到 但他一直坚称 他不是孩子父亲的概率非常大 他有点妄想 他告诉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莫里茨 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会发现 全美国28%的男性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 这种论断不但是错误的 还是荒谬可笑的 更糟糕的是 后来克里斯安·布伦南听说了乔布斯的言论 他误以为乔布斯是在夸张的形容 他可能跟全美国28%的男人上过床 他就是想把我描绘成一个当副 他回忆说 他在我身上打上当副的标签 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 多年以后 乔布斯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十分懊悔 平生罕见地承认了如下事实 我真希望当时 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整件事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 所以没有勇敢地面对 但是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他是我女儿的时候 我绝没有怀疑过 我同意提供他的抚养费直到他18岁 还给了克里斯安一笔钱 我在帕洛奥图找了一处房子 装修好 然后让他们免费住在里面 他母亲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读书 费用也是由我来承担的 我努力把事情做好 但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 我肯定会做得更好 这一场官司结束之后 乔布斯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尽管没有脱胎换骨 但在有些方面 他确实成熟了许多 他戒掉了迷幻药 不再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 也减少了花在禅修上的时间 他开始剪时髦的发型 到旧金山的高档服装店 威尔克斯巴士福德 购置西装和衬衫 他还和里吉斯迈肯纳的一名员工 开始了一段正式的恋爱关系 这个女人名叫巴巴拉亚辛斯基 是一个有玻利尼西亚 和波兰血统的美女 当然乔布斯的骨子里 还留几分孩子般的叛逆 他和亚辛斯基 科特基 三人喜欢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 280号洲际公路边的 费尔特湖里罗友 乔布斯还买了一辆 1966年产的宝马R602摩托车 在车坝上挂上了橙色流苏 他还是很惹人讨厌 他瞧不起餐厅里的女侍者 经常把食物退回并称之为垃圾 1979年 在公司的第一次万圣节派对上 他穿上袍子 扮成了耶稣基督 自认为这是带有些许 讽刺意味的有趣行为 但却遭致诸多白眼 即使在他刚刚开始的居家生活中 他也表现出一些怪癖 他在洛斯加托斯山区 买下了一间不错的房子 在家中布置了一幅 马克思菲尔德帕里什的画 一台博朗咖啡机和双利人刀具 但由于他在挑选家具的时候 太过挑剔 家中大多数地方还是空的 没有床 没有椅子 也没有沙发 在他的卧室里 中间放着一张床垫 旁边有相在相框中的爱因斯坦 和马哈拉杰吉的照片 地上还有一台Apple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